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腊月28 还有两天就是30 来到了我的弟弟的家里 看望我们的武汉非典的重灾区 对汉正街附近的住户 他的准备菜等着 其实汉口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恐怖 更没有像国内外那些自媒体 抱得那么恐怖 那么夸张 生活有条不紊的进行 该吃吃该喝喝 杀死不忘心理隔 等会我就把各种病毒消灭在萌芽状态 消灭在肚子里面 有大蒜还有酒 然后再把它排出去 看一下汉口老城区 这就是著名的汉正街 新房子老房子交错 这就是新房子 楼房 但是还有一部分 老房子没拆的 这就是原始的汉正街的房子 这是原始的汉正街的房子 原始的汉正街 你看远去的高楼大厦 本来因为不发肺炎的话 应该是蛮快乐的 但是每家每户都关在家里 地铁都没有人坐了 这个是后面 这个是房子的后面 房子的后面就是 汉江 汉水 汉水 武汉的一条 主要的江 除了长江以外 第二条 就是汉江 汉水 汉水到 左边这个地方 进入长江汇河 这个桥就是 汉水桥 对面是汉阳 汉阳 汉阳 就是秦川 立立 汉阳树 那个汉阳 汉阳 这个远处的这个 这个地方 是秦台 秦台 秦台 秦台大剧院 在这里 汉江水是非常的清 可以说达到二类 汉水标准 南水北调 就是汉江水 吊入北调 小时候经常在这儿游雨 现在城市变化非常的大 现在城市变化非常的大 武汉 武汉 挺住 武汉 加油 好 欢迎大家 关注 点赞 留言 我会继续报道 预区的真实情况 分享给大家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再见 再见